哈囉,歡迎來到地平線的頻道 這部影片要來教大家如何使用我寫的Discord Bot 不同於其他常見的Bots,我只提供了程式 並沒有一個公用的Bots讓大家邀進自己的伺服器 需要大家自己下載Bots的程式,並透皮讓它動起來 這樣的壞處是對於使用者的技術和設備的要求較高 畢竟要用戶自己處理Bots運作的部分 好處是我這邊不用提供資源讓大家使用 而且任性較足 如果程式崩潰了用戶自己重開就好 而且此Bots有些功能不適合或不能以共用Bots的形式使用 不適合得有播YouTube音樂功能 最近有些著名Bots都被迫放棄此功能 但以我們這種自己開Bots自己用的方式 他們應該管不著 就算被查了換皮就能繼續播 不能得有播本地音樂功能和訊息歷史紀錄功能 前者因為安全問題只開放給開Bots的人使用 其他人不能用 或者則有隱私問題 是絕對不能開放的 我們先從Github頁面開始 連結在下面的說明欄裡 這就是這程式的Github頁面 有一些簡介 上面是原始檔案區 這Bots是用Python寫的 如果要直接在Python環境下運行 可以在上面下載程式 下面是Readme.md檔案的內容 寫有各式說明 像功能主要分為產生連結、播音樂、訊息歷史紀錄 還有各種指令 不過Bots運行時也能及時查指令 每次程式更新說明都有可能會改 建議如果有更新就看一下哪裡跟以前不一樣 右邊ReleaseIt是已經打包成EXE檔的版本 使用時不需要Python環境 執行效率也較高 推薦使用 這裡以打包的版本示範 下載最新版本 先放一邊 接著到這個頁面註冊一個Bots 解釋一下 這個Bots只是個程式 並沒有對外溝通的P 所以我們要註冊個Bots的P給它用 先登入你的Discord帳號 然後選New Application取個名字 注意這不是DiscordBots的名字 可以先隨便取 然後選左邊的Bots頁面 再選Add Bots 再選Yes Do It 在這裡設定Bots的名稱和頭貼 Bots Token也是在這裡獲取 Reset Token後即可取得Bots的Token 請牢記這串Token 之後一旦忘記就需要回來重設 沒有方法可以找回原本的Token 下面這三項我的Bots會用到 需要打開 接下來就可以產生邀請連結 點左邊的OOS2 再點URL Generator 上面這欄選Bots 下面是Bots要索取的權限 每次程式更新 所需的權限都有可能會改 所以建議直接選需要管理員權限 這樣以後就不會出問題 完成後下面這串就是Bots的邀請連結了 先把它邀進自己的Discord伺服器 接著要設定運行參數 解壓說剛剛下載下來的Bots程式 打開Settings.json 會看到各項設定 需要修改的項目Github頁面上都有說明 Token項目就把剛剛註冊Bots獲得的Token貼過來 注意這Bots需要買SQL才能動 安裝方法這邊不講解 網路上都有 推薦使用XAMPP整合版 能把本Bots的附屬網頁也裝上去 提供更多功能 設定完後打開DiscordBots.exe就能運作了 以上內容皆以製作影片當下的狀況為準 隨著未來更新 所有東西都有可能變更 屆時請以Github頁面上的說明為準 最後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作品 掰掰 掰掰